苹果的信机都发布这么久了 老款的机器应该会大掉价吧 但事实确实并非如此 十个人中购买高端机的人数可能就一两个 剩下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两至三千价位段的手机 而两千价位最佳的一个首选就是我手中的这款苹果X2 这两台机器的话 乘者都是99星 电池效率100 现在种电池好 使用少的机型 普遍的话 机矿都比较好 碰到这种好的机型话 立马拿下 错过的话就没有了 哈喽 大家 我是小君带你了解最快 最真实的话 下面行情 这台是12破麦子128G的港版 双卡5G 整体橙色的话99星 没有磕碰 花痕13破麦子的话 处于一架的一个状态 目前的话要9000多的价位 但是这个12破麦子的话 相对于来说就非常强了 如果你是预算6000多一点的话 选择这款机型的话 绝对不会让你后悔 现在我手里拿的是Xs 卖256G的港版 这台机器的话 整体外观997没有磕碰 花痕 通电的话也只有几十次 像这种机控的话 属于可遇不可求 差还是麦克14大屏幕里面最便宜的一款机型 机器的话是全员没有拆修的 咱们看一下这个尾茶 它是不发黑 是符合这个通电少的一个状况 现在跳的是a4插卡256的版本 这台机器的话 通电只有几十次哈 电池效率是100 ipad 里面的话 也是有非常多的志愿机 但是我是不推荐大家买志愿机 毕竟像咱们这种小卖家 如果是卖出的志愿机有一个坏了 那么几十个机就白卖了 一个机器修不好 那损失的话是承受不了的 对比新机的话 还是能省个2000多块钱 这个20款的11寸插卡128也是老腿订购的 机器的话 再保350天 这台机器的话是一台官方的国行全新机啊 四个大喇叭的设计 看视频音质的话 非常的震撼 上期有说过 官方机的话 它内存越大 然后对比官网的价格差距越大 而且官方机是可以享受全国联包的 除了型号是n开头 其他的话和零售机是一模样的 最后帮老铁带一台209款的麦克服破 老铁的话是做设计的 如果你是做设计的话 推荐你买一八款或者一八款以后的机型 这个机器的话是高配的 主屏的话是2 4赫兹 整体外观橙色的话也是相当的不错 来和不过破的话 最贵的就是这块屏幕的 所以的话要非常仔细的简单好 如果是有黑点或者是偏色老花的话 这种绝对是不能要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金城门下期见